菌草技术解决了食用菌生产 必靠砍伐树木 这一世界难题 通过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去了解决粮食和贫困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从南太到非洲再到拉美 这些中国草早已传播到世界106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无数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幸福草 致富草 近年来中方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合作 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 推动全球减贫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 中方团队在钢果部开展热带农业科技公关 示范种植的华南五号牧鼠 每公顷产量达到51吨 是当地品种产量的5.6倍 中国原苏丹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研发的棉花品种 中国一号中国二号 显著提高当地棉花单产 种植面积连续多年占苏丹棉花种植总面积的90%以上 中方在布隆迪试点建设的杂交水道 检平示范村项目 帮助当地四个村庄的全体村民脱贫 带动布隆迪全国建成了22个同类型的示范村 汇集2800户 2.25万人 户均年增收1340美元 今年6月中国援助多米尼克农业科技综合楼项目 举行了电机仪式 助力多米尼克农业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欢迎订阅